孩子身高有什么规律?小时候个子低,怎么办还能长高个吗? 80%家长都相信自己的孩子吃完发育,无论孩子发育是否缓慢。 75%家长都觉得自然生长就可以,63%的家长不知道孩子一些不良的习惯将会严重影响生长发育。 90%的家长在遇到孩子挑食,爱吃甜品,饮料等食物置之不理,很多家长给孩子吃过汉堡,薯条和一些高热量,容易造成孩子性早熟的食物,让孩子早早的停止长个。 那么孩子的身高从医学角度来说,和古龄有密切关系。 中等身材孩子古龄在一年以内,高个子孩子古龄超过十几年龄一年以上早熟。 如果将发育程度和古龄结合,基本可以判断孩子的身高潜能。 也就是说,古龄较大,身材不高的孩子以后发育潜力也不大。 如果古龄高,身高也高,今后潜力也会受限。 孩子长个和哪些因素有关呢? 主要注意三个生长阶段。 第一阶段,四周岁的孩子。 这个阶段的孩子嫁状腺素和生活习惯基本养成,生长激素分泌也趋于稳定。 如果排除先天疾病和不良症状,给孩子形成良好的生活措施和良好的饮食习惯。 那么这些因素对孩子身高有着决定作用,可以多长个几公分不成问题。 第二阶段,男孩在八到九岁,女孩在七到八岁。 性发育之前,可以判断孩子发育是否正常,有没有提前发育和性早熟现象。 第三阶段,十二到十三岁时,也可以对孩子身高进行预测。 孩子年龄越小,骨护腾软骨增生分化潜力越大,生长空间较大。 此时注重营养和良好习惯,将会有助于后面的成长。 而到了十五到十八岁才注意,那么将会是被攻犯。 接近骨护壁和七,生长前能变得越来越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稳贴近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